《两岸新新闻》 今天是大年初一 首先祝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 狗年吉祥 今天节目有哪些重点消息要关注 一起先来了解 感受节日氛围 重走海丝路 回顾先辈下南洋历史 探寻家国乡邻故土情 苍江连丝路系列报道 今日聚焦苍江古镇里的海丝遗珠 今天是2018农历狗年的第一天 厦门迎来八方游客 夜内人士预估 今年的春节黄金周 厦门又将刷出亮眼的成绩单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感受一下厦门旅游景点的高人气 松山路是厦门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展现 近代历史风貌的一个老城街区 这里拥有着陈化城故居 小走马路以及中华第一圣坛 等众多的人文历史古迹 来到厦门就一定要来松山路逛一逛 那么今天是大年初一 松山路也已经张灯皆才喜气洋洋的迎接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人流旺 商品多 名气大 厦门中山路一直都是游客到厦门必游之处 一大早这条老街就已经被游客们占领 看闽南民俗雕塑 排队喝一口老牌的厦门花生汤 在南洋风格的骑楼间穿梭 好不惬意 还挺干净的 今天关着一下 在这个地方可以 吃到这边很多小吃 人家正在排那个黄泽河花生汤 来到这儿也可以穿那个 夏天单薄的衣服了 可以穿得很漂亮 这边气候好 厦门是个小营的地方 位于厦门环岛路的狐里山炮台 为吸引游客 今年春节期间 景区对表演项目 红仪火炮操演进行升级 无论是场面的震撼程度 还是枪炮的音响效果 都进一步提升 每天还加演两场 震撼的那种感觉 还有那种历史的那种感觉 觉得非常新鲜 然后对这个炮台运作 整个流程也可以了解 我以前从来没看到过这种演出 我觉得这种在线历史的 能展现我们民族气概 或者民族英雄这个 值得我们去宣扬 如今亲子游不断升温 狐里山炮台多了不少亲子互动项目 像这个勇闯古战场项目 就受到不少游客的喜欢 在纪念品区 传统踏印配上蒙版炮台 成为孩子喜欢的伴手礼之一 到今天早上11点钟 我们是七点半开圆的 散展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跟去年初一的时间来比 早上统计的数据出来 是散展了百分之二十几 此外今年是鼓浪雨 深移成功后的首个春节黄金周 鼓浪雨官委会向公众开放了 所有公益性博物馆和展览馆 钢琴码头等人流密集区域 还有志愿者为游客提供服务 确保大家在游玩的同时 更好地感受这座世界文化遗产 钢琴之岛的深厚底蕴 作为大陆排名前十的旅游城市 每到黄金周期间 厦门都会迎来大批游客 除了传统景区人潮如之外 厦门台味游 也日渐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不少台胞台商在年节期间 推出客制化的出行住宿服务 自制文创产品 赶搭旅游商机 大年初一一大早 在台商陈清荣所经营的马克客栈里 员工正逐一为住客拜年 让住客倍感温暖 而在昨晚除夕夜 他的客栈成了留下过年的台胞们 围如团聚的好地方 同时他还邀请了住客 总共近60人 在这里做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第一次在这种氛围下过年三十 感觉非常不错 是有很多台胞很多桌 让大家一起围着桌子坐 一起吃火锅 一起喝红酒 很好 以前都是在北方 然后没有见过这么多台胞 还有这次这个活动就刚好 把大家都聚在一起 然后有这个机会 也很难得 今年是陈青龙客栈除夕围炉的 第九个年头 围炉已成为了客栈的一张名片 陈青龙表示 这几年的春节期间 民宿入住率都会客满 一般在初一开始 客人就会陆陆续续就会来了 然后初二 初三 初四 是一个巅峰 现在已经都是 已经没有新的房间 可以让他们去预定了 春节期间 台胞开的文创商铺 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在陶瓷上创作出图案或文字 并经过摇梢 一个通过自己DIY的 独一无二的瓷器就完成了 进入店里 满眼的涂鸦杯子扑面而来 不少游客动手做专属的杯子 留下美妙的回忆 我感觉好像我应该写点东西 留在这儿 等他们下次过来 或者说我安排他们 下次过来玩的时候 他们无意间看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吧 这家位于曾挫岸的 涂鸦闲话家常馆 是由台湾青年侯燕智创办的 在狗年到来之际 他还为大家创作出了 关于狗的吉祥物件 花了快两天的时间 然后花了一个财富双全 然后他这个摆件呢 其实他摆在就是办公桌上 他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财运 跟福气的 除夕夜相信大家都准备了 丰盛的年夜饭 那么说到这年夜饭 各地都有各地的风俗和特色 那么闽南人过年 又有什么样独特的味道呢 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 地瓜粉加水调成糊 加入葱蒜 虾仁和海粒 放入油锅炸成金黄色 这一道就是闽南人过年 餐桌上非常见的菜肴 海粒炸 闽南人爱吃 不仅因为它酥脆鲜香 而且还有新春招财的寓意 中国人吃年夜饭很讲究 不同的食材代表不同的寓意 在闽南地区 过年一定要吃甜果 闽南甜果一般是在节庆之时 特别制作的食物 它由糯米浸泡一夜 磨成粉后 放入红糖发酵而成 寓意发财 寄托人们美好的希望 如果甜果一次性吃不完 也没关系 切片后 裹上蛋液 入锅慢煎 它就又变成了 另一道孩子们喜爱的美食 年夜饭也叫团圆饭 一年一度的团圆饭 使得平日里冷清的柯宅古厕 显得格外热闹 出门在外的年轻人 都赶回家来 跟老人拜年问好 这个已经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对于团圆有着更多的感触 发红包 写春帘 贴符字 这些传统的年俗 承载着人们 对春节最美好的记忆 在闽南古厕代代相传 就像闽南古厕屋顶上 也伟及归来的含义呢 每年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 不管走多远 客宅的后人们 总要回到这座老宅 和家人们团聚 我想这也正是团圆夜的含义 那么现在呢 也有不少人 为了图审圣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呢 到酒店里面 去请大厨来帮忙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去看一下吧 重重一大片 放下油锅炸 这是最受欢迎的年菜 蜜汁小排 厨师先清洗和按摩猪肉 再裹上蜜制的酱汁 最后放进油锅 高温焖炸七分钟 让您甜甜蜜蜜 一整年 这个是可食用的一些花草 增加它的美感 让整道菜看起来色彩亮丽 挑动筷子 加起鱼头 这一盘混合着鱼头鲜香 和剁椒麻辣的剁椒鱼头 让人一看就食欲打开 剁椒鱼头又有 红韵当头的寓意 它也是酒店年夜菜的 热门选择 过年出来吃年夜饭 主要还是涂个方便 不然以前爷爷奶奶在家里做饭 准备一个下午都很辛苦 中国人的年夜饭充满了仪式感 其实不管在哪吃 吃什么 团圆的感觉才是最好的滋味 守护旅客平安行 温暖旅客回家路 除夕当天 厦门航空执行超过600个航班 各个岗位上的职工 奋战在蓝天第一线 那么而对于去年刚刚入职的 43位台籍空姐来说 为了保障春运旅客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大陆过春节 除夕夜在厦门围炉 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现在是除夕夜晚上的六点半 我现在所在的是厦门航空的乘务大楼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因为作为春运百度人 这一特殊职业的关系呢 在这个乘务大楼里面 还是有不少乘务员 在来来回回的忙碌着 那么这里面呢 当然也包括去年刚录制的几位台籍乘务 觉得蛮特别的 没有在飞机上吹过点夜饭 挺好的 自己不能回家就送别人回家嘛 匆匆吃过晚餐 台籍乘务员黄以轩 黄浩辰 就要开始执行厦门飞往深圳的航班 过站后 在保障之后的回程航班 从成为厦门航空乘务员至今 这是他们在下航的第六个月 飞行总时长已经超过150个小时 身为乘务员 为旅客提供贴心服务 忙忙碌碌是常态 而今年的除夕之夜 他们也会在航班上跨年度过 我们所有的空中乘务部的乘务员们 都奋战在蓝天第一线 帮助我们更多的旅客和他的家人团聚 那么今天呢 还有大概有28个过夜点 一家过年吧 对 感觉不一样吧 台湾过年地吃的长命菜 专程从内蒙古空运来的牛羊肉 福州老字号的鱼丸 厦门航空特地给无法回家 团圆过年的员工们 准备了五湖四海的年夜饭 八位除夕当晚 没有被排到班的台籍乘务员们 也齐集一桌 对他们来说 这是春运辛苦忙碌中 难得可以放松休息的时间 虽然说不在台湾 但是在这边还可以跟家人 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吃尾炉 觉得还蛮幸福的 对 就不会有身在意乡的感觉 觉得很温暖 通个电话试试一下 就是拜个年 他们都觉得很开心 看到我就是现在过得很好 实在是最重要的 像刘淑亚 苏嘉瑜一样 在下航 在厦门追寻梦想 也享受生活的台湾地区员工 共有43位 如今 有的台籍乘务员 已经考取服务头等舱 和商务舱的执照 一些特别优秀的台籍乘务员 还取得了境外航线资质 马上就将服务中外旅客 通过在厦门半年多的生活 他们中已经有不少人爱上了这里 并把成家的大事排上了日程表 很安心 至少在这边 我可以就是 慢慢地在这边成家立业 祝新的一年航班正典 共年行大狱 祝福生命 两岸过大年 再将视线转向台湾 辞旧迎新 不少台湾民众选择在大年初一 前往寺庙烧香祈福 今天凌晨 台中大甲镇兰宫 彰化南窑宫庙 可谓是热闹非凡 有头一回抢到头乡的民众 也有已经三次拔得头筹的幸运儿 一起去看一看 三 二 一 今天凌晨 台中大甲镇兰宫人头攒动 此时一到 所有人冲进庙门 奔向香炉 想要抢头香 结果这位一身红衣的年轻女生 趁乱突破重围 拔得头筹 成为全台湾庙宇中 第一位抢到头香的女性 据了解 她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第一次参加抢头香 就一举成功 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有像做梦一样 有 刚刚还吓一跳 我希望可以是利比 我们的朋友 可以回去跟这个妈座 可以在野生棒的地方 我们可以带来平安 当时都顺势了 相当 也是要严谨 而在彰化的南瑶宫庙 抢头香的民众早早在外等候 最终一名36岁的工程师 抢得头筹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抢到头香 民众除夕夜 抢头香 拿红包 为新的一年祈福 也让新年的一开始 就热闹又喜气 想讨喜气 试手气 也催热了福带买气 大年初一 天气回暖 不少台湾民众一大早 就在百货店外排队 抢买福带 有岛内业者打出 最低300元新台币美食福带 还有千元新台币福带 抽价值7万多新台币的黄金百价 另一家百货业者 则是把福带的投奖奖金 拉高到50万元新台币 现场抽奖 还有机会把60万元新台币的汽车开回家 很想要抽到那个黄金百事 发现有我更喜欢的黄金面子 农历新年 各家都早早地备好了年货 那么年节期间 台湾大大小小的年货大街 是纷纷开卖 琳琅满目的年货 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渲染出浓浓的过节气氛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去台湾 最著名的年货大街 迪化街去走一走 一起感受一下当地的年味 好吃的结果 欢迎吃吃看看 色彩缤纷的糖果 果冻 各种制作的零食 这里就是全台湾最著名的年货大街 台北迪化街 迪化街不仅拥有20多年历史 更是台湾民众年前血拼采购的胜地 过年必备的干贝 鲁鱼籽等食物 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这里热闹眼来看看 现在多了很多 然后也很多卖的种类 琳琅满目的年货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没关系 因为这里可以先试吃再购买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汤位 老板煮了一锅酸菜白肉汤给顾客品尝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走过 你要两斤吗 来来来 这两个好吃的道路机 传统食物必不可少 但春联 苟年装饰物等 也是民众过年必备 但你用过木头制作的春联吗 迪化街上的这间文创商店 主打木头制品与镭射雕刻 大到挂在门口的春联 小到挂饰 摆件 红包等 都颠覆了传统的春节印象 还有红包带 就是上面会有雷雕 就是等一些喜气的东西 传统跟现代的一些融合 就蛮好的 事实上今年的迪化街 除了卖年货还卖情怀 沿着年货大街入口往前走 你就会看到一个 挂着网络用语的背景墙 民众可以在拍照留念的同时 制作自己的拜年贴图 同时民众还可以用手机 扫描旁边的蒙犬插画 通过AR技术 让蒙犬动起来帮自己拜年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把我过年被长辈问候 想跟他回答的话都贴出来了 然后就可以拿这个 直接回应长辈 现在就是慢慢的 比较适合年轻的 而且吃的喝的什么都有 但是这边还蛮快乐的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 廖元台北采访报道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厦门海舱区自古与海结缘 作为中国著名的桥乡 百年来共有15万多海舱乡亲 从这里扬帆起航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闯荡打拼 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东南亚 印下了海舱人的印记 他们开枝散叶扎根海外 但对故土的眷恋 对根的认同与追寻 却未曾止步 从今天起 我们推出系列报道 沧江连丝路 记者重走海丝路 在东南亚各地 为您打捞海舱人 下南洋的历史 探寻他们的家国 乡邻故土情 讲述他们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 新丝路新故事 第一集 我们从沧江古镇的 海丝遗珠说起 清晨的海舱港一片繁忙 一座座货轮整装待发 即将前往东南亚 跟世界各国 这里曾是古越港的一部分 一百多年前呢 海舱的先辈们从这里 离开沧江古镇 扬帆过海 下南洋 明末清初 泉州港逐渐没落 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 随之下一道九龙江出海口 南岸的越港 北岸的海舱 成为对外贸易重镇 海外贸易量 占到了全国80%以上 当时流经海舱 就街的沧江 传来传往 据统计 先后有15万多华人 从这里下南洋谋生经商 他们的精力和财富 都被捐割在 沧江古镇的红砖大厕里 成为独特的海思遗珠 红瓦燕戟的连堂别墅 是厦门海舱规模最大的 保存最完整的古民居群落 他的创始人 正是越南华侨陈炳游 陈炳游少年时代 便远渡重扬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到越南从事大米生意 创下庞大的家业 晚年挟资回乡 命儿子聘请能工巧匠 精心设计 在莲花州迎见大错 至今这里住的 仍是陈氏后人 闽南的砖雕和彩绘 戈特式窗廊 伊斯兰壁画 中西河壁 体现在连堂别墅的 每一个细节中 建造者还把海外的建文 定格在了自家豪宅上 屋檐下的水车堵上 通商洋行的画卷 栩栩栩展开 中式的亭台楼阁 与西洋小楼相应乘去 海面上蒸汽轮穿梭而行 传递的是百年前 海舱人放眼看世界的豪情 一百多年前 在水车楼头上的 都这个雕塑 所以说我们当时 路南有风暗看世界 所以就在新宿 这边是黄桃阿山 这边是黄阿布 应该是我们老祖 在南有时尽 生发的灾现 哇 那一阵子 煮煉灾汗 大家的手要紧 你对南有来的灾现 村民们用一段打嘴鼓 传唱着仙人 心细故里 回乡旧灾的故事 清朝末年 张州南静发生水灾 民众死伤无数 陈炳游得之后 既从越南运来银粮 药品 衣服 及20万公斤大米 救济灾民 南洋寄来的仰光米 成为乡亲们生活的依托 陈炳游不忘家乡的教育 在连堂别墅 辟出一座四合院 兴办学堂 让本地乡里的优秀子弟 和陈家子弟 都可以免费入学 接受新式教育 西学与儒学病重的连堂学堂 也是海仓第一所新式学堂 源源不断的乔资 不仅是用来建设家乡 资助乡民 也在故乡和海外 搬起了一座座新式学堂 这里是位于海仓新安的 新疆小学 这所小学 就是马来西亚华侨 在1906年 卷资兴建的 同年呢 他们也在马来西亚槟城 建了一所新疆学校 一样的名字 延续着海思路上的 沧江情 寒假前的最后一个 升旗仪式上 校长潘建成 又一次跟孩子们 讲起了新疆的孝史 当年 马来西亚华侨 捐助兴办新疆小学 让子弟和乡民 免费入学 连教师的工资 也是由华侨负责 对于这所百年老校来说 华侨恩情难忘 但更自豪的是 闽南文化代代传承 音乐课上 闽南童谣唱诵着 家乡的风俗文化 课间操时 吴祖泉打出了 新安武术之乡的 精气神 新疆传承的 是华侨们 念念不忘的 家乡文化 我们的牧甸 主要是 要哄愿这些 万能文化 跟海湾丹南一带 这些文化交流 挥起龙身 披上尸头 武术队的孩子们 正为去东南亚表演 而认真排练 他们知道 因为华人的推广 武师已经成为 马来西亚的文化遗产 他们也想去比一比 很自豪 可以在观众面前 展现自己 可以为大家展现出 我们中华武术的传统 还可以更了解 中国博大精神的文化 在马来西亚槟城 新疆的名号 已传承了百年 原本只是为了 宗族子弟读书 不忘本 如今已经成为 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的标杆之一 每年冬至 学校还会组织 祖籍海仓的子弟 到龙山堂祭祀祖先 培养孩子们 对祖籍地的认知和情感 当然希望以后有机会 跟海仓的新疆有一个交流 或者我们老师 学生去访问 好像姐妹 做一个姐妹的学校 我想回复仙看 因为我要知道 自己的语言是怎样来 我想看一下之前 他们那些人在那边的生活 当年海仓子弟夏南阳已成为历史 如今我们看到是 璀璨祠堂华物建筑 听到是年轻一代流利的普通话 那些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 海仓后代们 正带着他们百年来 家国相邻的眷恋 让苍江故里海思路上 新的精彩不断继续 夏南阳在福建广东 也称过番 指的是到南阳一带谋生 成为与闯关东走西口 并称的重大历史事件 夏南阳的华人 通过勤奋与努力 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 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 自己与家族的命运 下面我们请张慧 通过几张图来我们梳理一下 张慧 好的 王刚 我们来看 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来说 南阳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地理概念 那南阳的范围怎么界定呢 通过这一张地图 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其实主要说的就是东南亚国家 特别是指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四国 在明末清初 大量为生计远走海外谋生的民众 被清军打散的农民军 抗清失败的农民军渔部 以及不愿意侍奉清廷的移民 掀起了一股夏南阳的高潮 夏南阳将中国人口的迁徙足迹 踏至海外 丰富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内容 大量的夏南阳华人 涌入到东南亚后 对当地的生产生活 以及经济建设 都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一方面 许多华人从事海外贸易 收购当地的土特产 销售该国货物 形成了一个沟通 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 那另一方面 相当一部分的华人 从事手工业 面包师 鞋匠 金匠 锁匠 雕刻师 泥水匠 画家等等 几乎是无所不包 那进入21世纪 中国人下南阳的脚步 并没有停止 但是原因和动机 已经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 已经是踏遍了全世界 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群体 就是东南亚华人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就是几百年前 在南阳披荆斩棘的 开拓者的后代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 经济状况的同时 很多人也彻底地改变了 自己与家族的命运 东南亚华人 先后是出现了不少富豪 如今很多华人的后裔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书写着许多新故事 新传奇 好的 王刚 以上就是我的书里 再把时间交还给你 好的 谢谢张会的书里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两岸新新闻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